有个故事 孔子看见盐晖用手抓锅里的饭吃 一会儿呢 饭熟了 盐晖叫孔子吃饭 孔子假装没看见盐晖抓饭吃的事情 孔子起身说 刚刚梦见我的仙人 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 然后菜给他们吃 盐晖回答道 不是那样的 刚刚碳灰飘进了锅里 弄散了米饭 丢掉又不好 就装里吃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眼睛看见的 未必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那这样的案例呢 在今天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我们以为他是好人 但其实他才是坏人 我们以为他是坏人 但是他才是受害者 所以当我们不了解真相的时候 闭嘴是最理智的办法 一只猴子肚子被树枝划伤 流了很多血 他见到一个猴子就扒开伤口说 你看我的伤口好痛啊 每个看见他伤口的猴子都安慰他 告诉他不同的治疗方法 他就继续给朋友们看伤口 听取意见 后来他感染死掉了 一个老猴子说 他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的 痛 说一次就痛一次 不如自己慢慢忍耗 所以你若不坚强 懦弱给谁开 荷花第一天开得很少 之后的每一天 荷花都会以前一天两倍的数量升开 到第三十天 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 那你知道 荷花在第一天开了一半吗 很多人都会说 第四五天 错 是第二十九天 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 它让我们明白 拼到最后 往往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 而是毅力 你永远不知道在别人嘴中 你会有多少版本 也不会知道别人为了维护他自己 而说过什么诋毁你的话 更无法阻止那些不切实地的闲话 而你能做的 就是不具体是成亲 懂你的人 永远相信你 我很喜欢那句话 如果你没瞎 就别从别人嘴里认识我 弟子问 师父 你有时候打人骂人 有时候又对人兵兵有礼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师父说 对待上等人 直指人心 可达可骂 以真面目在他 对待中等人 最多隐喻他 要讲分寸 他受不了打麻 对待下等人 要面对微笑 双手合适 他很脆弱 心眼想 只能用世俗的理解对他 你受得了何种委屈 决定你能成为何种人 八波 火爆石拍群社区 微信搜索 八波 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